奉主耶稣圣明 我们继续利用明会的期间来学习道理 我们今天下午来谈圣明欢喜走圣路 圣明欢喜走圣路 我们现在信主的人 所在这条恩典的道路 这一条路叫做圣洁的路 我们这群走在上面的人 是要追求做圣洁的名的 那是神眼中 有价值尊贵的百姓 神对他所捐选的名 都有特别的恩典 我们在读旧位历史 特别看神怎么对待 他所捐选的这以色列选民 这一群民其实 以人数来说 他们并不是多数的 他们在外面当中 其实人数是少的 如果从他们最原始的来源来看 他们的祖先就是一个亚兰人 本来过到迦安地 是要当聚集客的 要做客礼而已 但是神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 神是守约施慈爱的 如果跟人立约 他就会守到底 那神的这个爱 就临到了这群百姓 神的神所选择的名是有福的 那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 生命纪32章 我们先来读第九节 32章第九节 这是摩西的歌里面的内容之一 那这一首歌是做见证的歌 全民都要了解的 那这首歌是摩西要离开人世间之前 最后留下的 那也标志了以色列选民 他们旷野旅程要结束 那在这旷野旅程当中 摩西其实写过三首诗歌 他的开头的歌就是过红海之后 已经离开埃及 在红海的这一面 看着满地都是埃及军兵尸体的 当下所写的 那这个就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的内容 从那时候开始 他们就开始要走旷野路了 所以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 那一首摩西的歌 称为旷野旅程的开幕歌 这个就是他们接下去 要跟着神的脚步 一步一步地迈向应许的迦南地 没有想到这样一个旅程 一走竟然走了四十年 那走到四十年要结束的时候 摩西也要离开了 神要摩西写下这一篇歌 作为闭幕的歌 旷野旅程要关起来了 所以开头写一篇歌 要结束的时候 在旷野旅程的时候 他还做了一篇诗歌 就是诗篇九十篇 那所以诗篇就是诗篇摩西的诗 那也是摩西的祷告 所以摩西 你看他一生所留下给 以色列百姓 跟我们今天后代神的选民 非常重要的 这些诗歌话语 我们要不断地去 读它 思考 记住 那我们现在看 32章第九节 主的份本是他的百姓 他的产业本是雅各 第十节 主遇见他在旷野 荒凉野兽吼叫之地 就环绕他 看顾他 保护他 如同保护眼中的同仁 第十一节 又如鹰搅动草窝 在除鹰以上两刺三斩 接起除鹰 背在两翼之上 第十二 这样主独自引导他 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 13 主使他 承驾地的高处 得知田间的土产 又使他从盘石中扎密 从监石中吸油 13 He made him ride in the heights of the earth that he might eat the produce of the few He made him draw honey from the rock and oil from the flinty rock 14 也是牛的奶油 羊的奶 羊羔的汁油 巴山所出 公民羊和山羊 与上好的麦子 也喝葡萄汁 那样的酒 14 Curt from the cattle and milk from the flock with feds of lamb and rams of the breed of Bashan and goats with the choices meat wheat and you drink wine the blood of the grapes 这段经文 就来讲 神的圣民 他们是何等有福 神如何 来拯救 这一群 本来奴隶的百姓 本来该灭亡的 现在被提升 变得很尊贵 你看 现在神保护 他的民 像保护眼中的同仁 你看 这个是 别人都摸不得的 一摸到 神就生气 那 这里又说 神像老鹰 在训练 小鹰一样 在训练他的百姓 真的是 是神 搅动 那些 让这些 以色列民 不得不离开 埃及 不然他们 觉得活在 埃及很好 我们看 我们看 第一节 三十二章 第一节 我要说话 诸天 他这个话 是讲到天上去的 所以 诸天 你不管是 今天在地上受造的物 天上的灵界受造物 都要注意听 这是永世不变的 整理 摩西说我要说话 这些话不是摩西自己的 是神要他说的 现在是神要摩西把他写下来 然后他说 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话 第一节 接下去 下一句 愿地 所以诸天 然后现在 愿地 听我口中的原意 这一首歌 摩西先用嘴巴说 他要把它写下来 然后又传给百姓 每一个人都记好 由天地做见证 第二节说 我的教训 要低淋如雨 我的原意 要低落如雨 像甘露 降在这个嫩草上 降在菜树中 这些教训 这些神的话语 临到的时候 你看就 你看到的这一切 作物就活泼起来了 这就是神的话语 你看 祂是生命之道的根据 我们今天 活着 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 这是在生命纪 第八章 你讲过的 我们今天活着 要靠从神口里 所出的一切话 不是说我们今天活着 不需要吃食物 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 属灵的生命 如果要活泼 你不读圣经 免谈 我们一个人可以 一直听道理 一直祷告 so we can we can listen to the 我们下个小时 我们下个小时 提养